大家好,我是王永记 招强台风苏拉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天文台将会在黄昏发出一套戒备信号 苏拉现时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270公里 要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 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广东东部沿暗 根据现时预测路径 可能在礼拜五至礼拜六颇为接近珠江侯一带 届时本港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 受冬北贵后风影响 苏拉的路径和强度仍然有变数 可能登陆广东或沿广东沿岸海域 向偏西方向移动 市民要留意最新天气预测 今天再有邮轮停泊启德邮轮码头 不过不再有三条免费穿梭巴士线服务 以香港为无港的邮轮 名姓世界一号招组法案 由邮轮公司负责案上交通接驳服务 三条来往尖沙咀 旺角和金钟的免费穿梭巴士线取消 另外三条临时免费的巴士路线 20R、22R和25R 当局会审视付费安排 短期恢复收费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披露 早前花费了59万改善码头接驳交通 会按码头营运协议 决定各方应该给的开支 同时重新 政府不应该长期介入码头营运 或使用公币处理旅客交通安排 监政科卫警队和其他执法机关提供指纹等监证 为了提升效率 它扩建实验箱并且引入多部新仪器 包括二淡化二流烟熏仪 更加容易在中火或者爆炸品等 找到可能稍微受损的字幕 将专用的药水放在挂有空案证物的烟熏柜中烟熏 盗病和纸币上的指纹可以具世无畏显露出来 指纹监政批警方监政科人员其中一项工作 协助找出空手的行空证据 或者找案件的重要线索 早期的检测技术我们通常会用到紫纹粉 即是俗称的素毛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实验室已经逐步引入各种光学和化学的方法 例如有紫外线 红外线 超能胶烟熏法等等 不过疫情之后案件数量有上升趋势 处理的证物量也增多 要同时间竞赛 警方号知1100万 将原先用了二十多年的实验室 旷建一倍去到四千多尺 分成八间工作室处理各项指纹检测 又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将纸张偵測指纹的时间 由个几小时大幅缩短至几分钟 另外在窗击 纵火或爆炸案等附有指纹的金属受热力影响 比较难检测到指纹 新引入的二淡化二流烟熏仪 可以令到指纹完全重燃 方法是透过将金属植物和二淡化二流粉接触 并且将两者加热 在一些严重案件的时候 分别必争的时候 搬到过去在现场上 趁它新鲜保留的时候做 包括了一些汽车的检验 也是我们这些长远发展 现在会进行的一些project 禁证科又说明年九月将会推出禁证科第一部流动实验室 希望解决搬运而戏到现场的困难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孟多继续访华行政 早上和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廷会面 陈根廷欢迎雷孟多到访 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 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雷孟多由北京转往上海途中说 有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向他反映 中国不再适宜投资 要去到其他地方找机会 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 中国正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市场 在华投资的七万家美国企业 大部分都说想留地 英国外上期占明今天访华 将会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艺会面 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英方和中方 一度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发展 英国外上期占明 星期二到访马尼拉 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会面 推动强化双边关系 期占明也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成员会面 他星期三会转到北京 中方公布 期占明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长王艺邀请访华 上方将会就中英关系 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沟通 中英承担着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责任 希望英方和中方一到 秉持相互尊重的精神 深入交流增进理解 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发展 英国外交部声明说 其占明访华期间将分别和国家副主席韩正 以及外长王艺举行双边会谈 期望加强沟通渠道 进一步维护英国的权益 英方将会和中方讨论气候变化和俄乌战事 也会就新疆、香港等议题 向中方提出关切 声明又引述其占明表示 在连串问题上 管理好和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在气候变化、防疫、经济不稳定 核扩散等重大全球问题 没有中国就没有办法解决 其占明将会是五年来 第一位访华的英国外相 有分析指是中英关系开始正常化的迹象 对于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英国首相辛伟成 会不会在下个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 辛伟成的发言人表示 官员正是展开协调 母线电视记者陈宇乔报道 中央统战部前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崔茂府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遭开除党籍同公职处分 并且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致教 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崔茂府丧失理想信念 政治意识缺失 违规接用耕地搞正职工程 处心职类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崔茂府又长期接受 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和旅游等等 并且收受礼品、礼金、重用 或许亲属等人 利用他的职务影响 协调承揽业务获利 大搞权式前式交易 通报指崔茂府的行为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 并且涉嫌收贵犯罪 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应该严肃处理 除了收缴违纪违法所得 也都已经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中央近期频频出招提振楼市 包括认防不认态 即是救任物业的时候 没有持有任何物业 就可以按手套房认定 在按揭利率优惠和支付较低的首期 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 接受本台财经演绎专访的时候 预料应防不认态政策 可以刺激需求 对于二手房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那么对二手房的 就是说这个买卖的活跃之后 其实对一手房也会有相应程度的 一个推动 也会推动土地的这样的一个 相应的一些政策 那么我觉得其实说 这个政策其实短期之内 会是最有效果的 周浩认为要楼市中长期平稳发展 有必要建立长效机制 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就是说 我出台一个就是相对比较 这个集中的一篮子的这个政策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相信可能到了下半年 的政策全会中概率更大一些 配合着出台一些相对比较小规模的 这个不断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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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支持性的或者说 这个支持性的一些举措 看市场的一个反应之后 我再决定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政策 印度不满中国将有主权争议的 喜马拉雅山脈部分地区 纳入新版标准地图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自然资源部礼拜一发布 2023年版标准地图 将壮南地区 即是印度所称的阿努纳克尔邦 和阿克塞因地区 纳入中国范围 印度外交部礼拜二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说中方的宣称毫无根据 有关做法只会令到解决印中边界问题 复杂化 今年4月 中国民政部也曾经公布 第三批一共11个增保壮南地区 公开使用地名 也引起印度笨门 一年两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 纳丁山加年华 最后一晚失控 一共有8个人被刺傷 警方拉了270名人 每年一度的纳丁山加年华 礼拜日开始举行 估计吸引了大约200万人参加 但到了第二日开始变得暴力 警方说一共有8个人被刺傷 其中一个人危怠 一个人伤势严重 又说两日内累计有75个警员遇集 6个人被咬伤 一个人被性侵 另外也有人涉嫌藏度 而在275个被捕人士里面 有过半数超过160人在礼拜一落网 当局说今年是连续第二年 加年华进入尾声的时候 趋向暴力 有舆认认为活动应该移私 去到其他场所 例如是公园举行 大家好,我是黄永琪 今天再有邮轮停拍启德邮轮码头 不过不再有三条免费穿梭巴士线服务 而香港维母说的名声 世界一号朝早拍案 不少乘客都是本港居民 坐邮轮去到台湾旅行之后回港 多部的士去到码头接载旅客 出现车等人 旅游事务处向立法会提交文件 说政府不应该长期介入码头营问 或者使用公筒处理邮轮乘客的交通安排 决定即日起 不再提供额外来往尖沙咀 旺角和金钟的三条免费穿梭巴士线 三条临时的免费专营巴士 去官堂和启德港铁站等 就继续提供服务 有市民认为新安排影响不大 一旅客就说交通信息不清晰 没有问题的 最重要是方便 不是钱的问题 来得游轮玩的 最重要是方便 下来不得排队不得 知道会取消了巴士 我想会好些 因为他们变了少了宣责 或者会坐的士 超强台风桑拉 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 天文台将会在黄昏发出一套戒备信号 桑拉现时集结在高雄以南 大约27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2公里 横过南海东北部 而向广东东部沿岸 根据现时月载路径 可能在礼拜五至礼拜六 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 届时本港风势颇大 同有狂风骚雨 受冻北桂后风影响 蘇拉的路径和强度仍然有变数 不可能登陆广东 或者沿广东沿岸海域 向偏西方向移动 市民要留意最新天气预测 全体最新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最新步 18593点升109点 总成交超过608亿 最后有港股 腾讯控股跌1.6 香港交易所升6元 比亚迪股份升10.4 恒生中国企业升1号 阿里巴巴跌5号 中心国际升4.4 友邦保险升7号 快手跌3.05元 美团跌1.8 迎付基金升9线 但其他主要揽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1.05元 友邦保险升7号 中国移动升3.5元 香港交易所升6元 香港中华煤气升1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 4226点跌8点 大地股市 上证终合指数升1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34点 内地落实认防不形态政策 有分析预料 短期会对楼市带来刺激作用 中央近期频频出招提振楼市 包括认防不形态 即是救任物业的时候 没有持有任何物业 就可以按手套房认定 在按揭利率优惠和支付较低的首期 国泰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周浩接受本台财经演绎专访时 预料应防不形态政策 可以刺激需求 对于二手房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 那么对二手房的就是说 这个买卖的活跃之后 其实对一手房也会有相应程度的一个推动 也会推动土地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些政策 对吧 那么我觉得其实说 这个政策其实短期之内会是最有效果的 周浩认为要楼市中长期平稳发展 有必要建立长效机制 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说 我出台一个就是相对比较 这个集中的一篮子的这个政策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相信可能到了下半年的 政策全会中概率更大一些 配合着出台一些相对比较小规模的 这个不断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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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支持性的 或者说这个支持性的一些举措 看市场的一个反应之后 我再决定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一个政策 他认为人民银行也都可以透过 下调房贷指导利率 降低居民的救房成本 支持楼市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正报道 其他消息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即将结束四日访华行程 他强调美中经贸关系 保持稳定对全球都游利 对于雷蒙多宣称 有美国企业向他反映 在内地投资风险太高 中方就强调大门越开越大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防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访华最后一天 会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陈吉宁强调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 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雷蒙多就说之前访问北京 分别会晤总理李强 商务部长黄文涛等中方官员 相关会谈富有成效 他又强调美中经贸关系保持稳定 对两国和全球都有利 另外雷蒙多出席上海美国商会 女性主管网络召开的座谈会 说近日感受到中方的亲切招待 强调美中两国必须保持沟通 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 会晤雷蒙多期间 强调希望美方和中方同向而行 拿出更多的诚意和实际行动 维护和发展好中美关系 雷蒙多就重申美方无意 和中方在商谋上脱钩 雷蒙多早前拒绝中方有关降低 可以作军事用途科技出口管制的呼吁 他又提到部分美国企业 说面对中方罚款和突击行动 觉得风险太高 不适合在内地投资 要改向其他国家找机遇 中国驻美大涉管发言人刘鹏宇 反驳相关的说法 他强调7万家在华营商的美国企业 近九成都获利 大部分美资企业都希望留在中国 刘鹏宇又说 中国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供一流 以市场为主导和发制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大门会越开越大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开枪击为一个助理教授的中国留学生上庭 被控一行一级谋杀罪 被告礼拜二被压到北卡罗来纳州 奥兰市院法庭应讯 有传议员用普通话向他讲解细节 法官下令被告继续还押不得保释 下个月18日再信 有报道说34岁的被告 是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 而死者是他的华裔指导老师 在应用物理科学系任职助理教授 被告礼拜一持九毫米口径手枪 去到校园内的一栋科学大流失害老师 校园一度封闭三个钟 被告在案发之后无际内落网 当局暂时未有公开他的行空动机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有地底水管爆裂 多条路线的地铁服务一度暂停 地铁头车月台大量食水涌入 好像瀑布一样路轨被淹淨 路面也有食水涌出 车辆无法通过 当局派人去到地铁站里收走积水 爆裂的水管位于第四十阶 和第七大道交界 在礼拜二凌晨爆裂 曼哈顿地区多条路线的地铁服务一度暂停 政府买位计划推出半年 只是得深圳和绍兴两间安务员参加 截至今年六月入住率更加只得大约三成二 有内地安务员社说 近年多了港人查询 去到大湾区安务员养老 但问的人多住的人少 路人家有哪些顾虑呢 76岁的刘宝勤和69岁的陈慧群 近日跟团来到广州 不过他们不是上来吃喝玩乐 而是来参加养老体验团 两个人在香港都是独居 今次来到这间安务员三天两夜试住 天天跟朋友由朝玩到晚 两个人都很开心 不如你带我们去摘大雪菠萝 哇 真是很大个 上到来都不知道原来这里这么漂亮 是呀 是呀 心目中我真的没有这么什么 哇 原来真是整间酒店 那些房子又大又成的 很舒适的 住得很舒适的 还有我们昨晚开个歌舞会 我们很融洽各个很开心 真是 整个乐园这样 令到我们很满足 我们九点多钟睡了 一刻一刻下床就不够两分钟就睡着了 这次三天两夜的院舍体验 由香港非牟利组织举办 吸引了50个长者参加 两位婆婆试了很多活动 打桌球 气剪球 写书法 玩到不想走 他们说内地院舍好吃好住好玩 比香港舒适 哇 叉清共地 你看这里各样都好 香港各样都限制 他不是不想做好 当时我妈妈住过 住过安律院 一进去就非常猪猪逼 一进去就已经有阵微了 很多地方都 变成我自己的环境许可 不想过这些生活 香港老人院什么设施都没有 除了电子机 这里又有桌球 又有波子棋 又有打麻将 又有做手工 又有书法 都数不完 为了晚年的生活打算 两个老人家在香港都已经参观过一些私营院舍 每个月收费大约港币2万元 而这间广州的院舍收费由8500至9500元人民币不等 亲身体验之后 他们下定决心未来到大湾区养老 自己想定日后 到时自己一上来又可以认识多多上面这些朋友 言语方面他们又沟通到 和我们现在都是说这些话 而且样样又便宜一些 回参香港会参很多的 我这些员工 很多很多 多谢 侯商华是这一间安路院的院长 他说近年多了港人查询 入住大湾区的院舍 就是每一个星期 差不多都有香港 子女或者是长者 自己过来上门过来这里 预约参观 参观院舍和价钱政策 我们大陆这边 他们的亲戚应该都知道 有大陆这边的养老的设施 还有价钱和香港那边的优势 可能都会提出一些建议 所以就会让咨询的人多一点 现时这间院舍有一百多个长者入住 但是只有三个港人 香港长者看的人多住的人少 侯商华说医疗问题仍然是关键 他要拿药或者枯寻都要回去才可以 要香港的医生开单才可以的 可以拿到药的 有些是就是会半年回去一次 回去一次可以枯寻 还有大麻半年那些药又回来 有些就是他在这里解决 就是直接向上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 就是完全跟大陆市民一样的 就不可以香港那些福利的了 大湾区各个城市 购买医疗保险的政策不同 比如在深圳 港人要先买基本的医疗保险 才可以投保重大疾病保险 广州就需要连续住满六个月 才可以申请居住证 并且申请城乡居民医保 保险可以覆盖五成的门诊 和八成的住院费用 要住六个月 连续住六个月才可以得到 那六个月就是空疮期 等于说 如果这六个月发生了什么事 一就是大陆这边自己养老 自己给钱 要不就是放空港治疗 但是如果有些很紧急的病的话 就没办法回去的了 所以说就是这个问题 都是需要这么高层面 去解决的问题 根据社署的资料 截至今年七月底 中央轮后策共有17107人 轮后紧资助长者住宿照顾服务 当众轮后津贴院舍和合约院舍 平均要等26个月 有非牟利组织认为跨境养老 能够缩缓本港安劳院舍 宿为不足的问题 就是单靠香港在香港本土 去安排一些公营软舍或私营软舍 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另外亦都要 当你人口老化得严重的时候 除了软舍的缩位 你可能还有一些医生护士等等 这些基本配套的人力资源的问题 都会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安务安排在湾区的话 是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政府现时有买位计划 资助长者入住广东省安劳院 合资格的长者可以免费入住 提供食宿、个人护理和医疗服务 计划2014年推出至今 只有深圳和邵庆两家安劳员参加 合共可以提供大约400个缩位 但截至今年6月 只有127个香港长者入住 香港市民对于内地的认知其实是少的 我相信以前我们一般的市民都很少来内地 何况大家会呼吁那些旅客来湾区养老 我觉得这方面的宣传是政府可以做多些事 可以宣传多些 亦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些NGO 或者其他的团体去做多些宣传 当局7月起扩展广东计划 希望吸引更多本身在大湾区和香港 都有营运安劳院设的刑办者 介入政府的卖位计划 如果真的扩大了计划 内地的院舍其实可以遍布深圳不同的地方 或者珠海一些不同的地方 这些其实都是很便利港人的有机会 如果扩大了计划 而院舍选择多了的话 对长者来说 可能他们的考虑就多了选择了 现时安劳条例对院舍的人均面积 院舍设备 人手规定等都有规管 但是珠麗玲认为内地院舍和本港规定不同 两地政府应该进一步协商 定立同一标准 香港的长者普遍对香港的院舍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他们觉得香港的院舍的质素 服务、服务模式都会比较适合他们自己的需求 而这一刻其实政府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措施 但始终未有一个统一的服务标准在这里 所以我相信如果来附近还可以在这个运作模式下定立一个统一的服务标准 他也建议当局可以设立回头机制 让长者先试住后决定 但是有时候如果老有记真的不适应 过了内地住又怎么办呢 他有什么试住期 有机会回到香港的中央轮航策那里 跟回原先的轮航位置 再重新去偏配香港的护理宿位呢 这个其实也会是一个长者考虑的因素 如果他有机会过去试住适应的 那当然住下来当然好 如果他是不适应的 那可能老有多少想会回到香港 再考虑其他的软航 事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拜拜